Hassle X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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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億像素 你用起來時 一定會將它 放到最大來看 你會發覺 有很多肉眼都看不到的細節 的確令人興奮 其實 除了一億像素 除了拿來聞相片之外 有沒有實際的作用呢 我覺得有的 當你去旅行或者街拍的時候 你來你那個 被涉的人 或者景太遠的時候 你又沒有鏡頭可以換 又走不上前的話 或者沒有時間換 其實就算你 將一張相片 剩下三分之一 也有三千萬像素 都足夠 在很多的途徑中使用 Hassle X2D 除了有億像素之外 最受用家歡迎的 其實就還有它的 顏色和白平衡 它的顏色表現 相當自然舒服 白平衡也非常準確 大家看到我現在 這裏上來的相片 全部都是JPG 直出 沒有做過任何修改 適合我的懶人 之後 什麼都不用改了 就可以直接丟出來了 Hassle X2D 在這一代 另外還有一個新功能 但是這個功能 在很多品牌 或者很多相機型號 都有出現過 就是機身防守質 所以初初都沒有什麼 特別的期望 但是使用過之後 你會發覺 其實真的相當的好用 因為你從來沒有想過 一部 Medium Format的Digital Camera 你可以手持 在晚上 分暗的環境 手持用可能一秒 或者是四分一秒去拍攝 可以做到很多 你以前拍不到的相片 可以做到很多特別的效果 長步等等 都是不需要大腳架 就可以做到的 防守震 除了令你照片 沒有那麼容易蒙之外 其實對照片的質素 畫質 都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你可以用低一點的ISO 低一點的ISO 畫面肯定乾淨一點 又細一點 另外一件事 就是因為HASO X2D聲稱15級動態範圍 那個Dynamic Range 其實最有效是在ISO400以下 所以當你用低的ISO 除了畫面乾淨一點之外 你的動態範圍也會廣闊一點 所以這個防守震功能 其實是相當重要和好用的 最後講一下它的內置1TB 它來自1TB的容量 可以拍到4千多張Wall 又或者如果你用Wall加JPG 就拍到3千多張 其實去一個六七天的旅行 就絕對足夠了 除了省錢之外 最重要的是 你不會去旅行時 發覺自己忘記戴卡 所以是相當方便的功能 總結來說 我覺得X2D 其實沒有什麼大的缺點 除非你用來拍攝貓貓狗狗 跑得很快的東西 打著 如果不是 你用來拍攝人像 街拍 旅行 其實都是非常好用的 硬是要找到一個缺點 就是 可能你用了這部機後 你不可以再跟自己說 因為我沒有一個好的器材 而拍不出好的照片 你只可以怪自己 如果喜歡我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讓我知道大家喜歡看這類型的影片 下次再見 我們會不會來邊看 就看她 可以玩的 等一下 我們會不會不吵 要別多多一段時間 你的影片 夠了